之前对汪小飞的了解都是大S的老公 俏江南少东家其他再无更多的认知 看了三期幸福三重走 对汪小飞的好感度蹭蹭往上涨 泪脸直男含蓄性格好爱老婆 为人和善等等标签都可以贴在他的身上 虽然少了些许浪漫 但是却是非常适合过日子的老公 在温暖的午后 依偎在老公的怀里 可以静静的享受慢节奏的生活 会哄老婆的汪小飞直男汪小飞 在得知惹到老婆生气后 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 时诚又走心的一席话 瞬间发解了老婆心里的怨气 瞬间破替微笑 会做反的汪小飞好的男人 不是每天花言巧语 而是默默地为你付出 就是向为老婆做一顿饭 凭着这个执念 汪小飞展示了高超的注意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羊孩的香味 真想美美地品尝一下 性格好的汪小飞大S 做了寿司早餐 汪小飞再吃了不到一半 的时候就有了饱腹感 但为了不让老婆误会 还是硬撑着把剩下的都吃完了 太拼了 感受到的是对老婆满满的爱 爱健身的汪小飞虽然没有炫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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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